你好,今天是2023年的9月2日,想跟大家說一下財經新聞的解讀。 其實我到今天為止都在幫上海市政府、區政府, 在看香港有些收租物業,我在幫他們管理。 其實我對上海,那個完全很深,我很記得我最早期接觸上海, 就在香港一間房地產發展的公司,我們那時候有中國報, 中國報剛剛在1989年1964之後,外國全球抵制中國, 整個中國報,我很記得有四個人,四個人有些是QS, 有些是Project Manager,有一個GM, 在1989年到1993年,都是大家來眼看我眼, 日日上班,沒事要做,等時間過, 到1993年,那時候我們在瑞安, 羅可瑞先生說要去內地找一個地方做總部, 我們那時候去看,去廣州,去天河找, 也上上海去看,我們寫一些可行性研究報告, 後來最後來,我們就選了上海現在的瑞安廣場, 那時候就跟哪個買呢? 就是跟這個九市復興, 即是說的是地鐵和盧灣區政府合資的公司, 就是去開發地鐵的上蓋物業, 那時候其實他們已經,地基已經打好了, 地庫已經在做著了,我們去買, 就買了那個項目,連這些基建, 我們修改上面的圖籍就可以完工, 所以瑞安廣場差不多是淮海路第一批出來的寫字樓, 我很記得在九幾年,其實上海的寫字樓不夠, 那不夠那怎麼辦呢?他們就把一些酒店的庫樓, 就要來改造成辦公樓, 即是它可能是一些酒店的房間, 改來做辦公樓, 譬如我們在貴都, 貴都裡面, 另一部分房間, 改來做辦公樓, 在這個文化, 我們經常叫做蒼桑文化, 即是文化酒店附近, 喜來登酒店附近, 又是把一些酒店房間, 改來做辦公樓, 那也有一些比較聰明的人, 有些香港人我也認識, 把一些舊的樓房, 整個來大包租, 把它改造成辦公樓, 分租給別人,他們賺很多錢, 之後我去了另一間地產發展商, 本來它是一間玩具, 做玩具的, 但是他們有關係, 在上海拿了兩塊地, 做商業, 我幫它負責去營運, 去做招商,買賣, 那我很早已經上上海, 那我上上海一陣子, 連這個延安路高架就剛剛通車, 上海一號線就看著它通車, 那在那個年代, 整個上海是發展得很厲害, 差不多整個工地這樣, 那很多的香港發展商就上去了, 也有很多工程公司, 建築師就上去了, 那時候他們內地的設計院, 其實他們做得, 視野不是很足夠, 設計比較土炮, 還有做那個結構, 是相對來說, 是比較浪費物料, 需要靠香港人, 就去做一個幫助, 還有那時候, 是他們海外那些, 要有需要很多, 很多撲來品, 就是好像是一些電梯, 好像是一些玻璃幕牆, 他們自己沒有生產, 靠香港人上去, 帶技術, 帶一些新的設計給他們, 建成了很多不同的物業, 之後去到上海市政府下面的公司, 上海實業一做, 做了12年, 也有參與上海的項目, 參與香港的項目, 後來再轉去金融, 所以對上海, 我是有一定的認識, 因為以前回上海, 那個人工, 跟內地是相差很大, 我想那時候最初頭, 跟上海的員工, 可能是相差10倍的相差都有, 很多的高職位, 都是香港人去領導, 看得到的變化, 就是由最初頭, 很多東西都是香港人去做領導, 後來慢慢陸陸續續, 內地的管理水平提高了, 也不需要香港人坐那些位, 所以我又見到很多人回流, 回到香港, 還有他們的知識, 也增長很多, 那說上海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最近我見到內地的同事, 今天講一講上海的情況, 他拍了一些片給我看, 他說現在整條淮海路, 有很多外資公司已經撤離了, 那時候我很記得, 以前我們在上海去招商, 引資, 建這些高級的寫字樓, 那個租的對象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世界五百強的企業, 或者是一些, 就算不是五百強, 都是一些外資企業為主, 只有他們才可以負擔到租金去做, 還有上海人, 或者是內地人, 是以為一些外資公司, 或者是一些港資公司去打工為榮, 因為他們的人工, 是比內地企業為高, 還有他們的工作文化, 他覺得是有機會容易進升, 就是不是好像中資, 或者是一些內地企業, 是擔凳仔排隊的文化, 最近他拍了一段影片給我看, 整個淮海路有很多是吉套, 因為淮海路等同中環, 就是最美的寫字樓, 就全都在了, 就是未有, 普通之前, 就是大部分的, 美的公司企業, 都會在淮海路, 那裡租寫字樓, 發覺連淮海路一個這麼好的地段, 都竟然有這麼多吉套, 就知道現在中國的經濟狀況, 不是一個好的環境, 所以看得到, 中國的經濟是面臨一個很嚴峻, 很大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朋友, 上海朋友, 其實有很多人, 就是當封城那時候, 因為經歷過幾個月的封城, 他覺得自己的生活, 是很不安全的, 有很多我認識的香港人, 就走回來香港, 或者離開上海, 因為他覺得那幾個月的封城, 令到他的感受, 是很不好的, 就算有錢, 你都買不到吃東西, 在上面運運幾個月, 令到覺得, 不是一個好的營商環境, 那我不知為什麼, 內地是需要在疫情裡面, 做到這麼誇張, 這個是嚇怕了很多外資, 還有外資也是因應整個世界的國情, 和中國是需要脫鉤, 由以前全球化, 現在是變成了疫全球化, 那對中國的影響是很大的, 看到他那個PMI index, 就是那個生產的指數, 現在整天在徘徊在50, 就是好和不好之間, 那外國已經是積極自己去培育自己的, 不依靠中國的生產鏈, 有些就放在自己身上, 有些就放在第三國家, 那盡量跟中國逼野分明, 這個是對中國的經濟, 折礙得很厲害, 那我不是說唱衰中國, 而是的確出現了這樣的問題, 那麼香港呢, 就同樣發生了這樣的情形, 就是你看到現在中區的寫字樓, 八月份呢, 都是一個叫做負級納量, 什麼叫做負級納量呢? 就是說, 租用的面積呢, 就是少了, 就是空置率呢, 就是高了,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其實最簡單啦, 有些外資真真正正, 可能有機會是怕的, 國安法啦, 或者呢, 有些他覺得, 已經是沒有生意做的時候, 就租一堆面積啦, 那這個是很正常的, 就是不要經常想那麼多, 什麼陰謀論, 那所以你看回現在, 有幾大發展商, 現在在中環裡面, 啊, 早幾年, 高價地投了些地呢, 我想他現在都很頭恨, 因為你要去找一些新的, 跨國的租客去租, 不是一件簡單的意思, 因為他們自己, 都在做一個萎縮, 那, 尤其是在金融方面, 那, 早兩天, 那我也都見了一個, 專系在香港, 負責IPO的律師, 那他原來是他的粉絲, 通過一個朋友, 就想認識我, 那大家真的聊一聊, 聊了一整兩個幾個, 那他說, 現在他們, 就, 在香港去IPO, 都轉了去, NASDAQ那裏做IPO, 因為第一件事, 相對容易, 因為, 香港的, 是說, 你是要付刑責, 那在美國, 是一個信息披露, 已經是可以, 最重要是什麼呢, 你是無不無到錢, 那, 以香港現在無錢的情況, 就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你是無不到, 內, 外國的錢, 那, 你在香港要去上市, 在一個資本市場, 那麼缺錢的時候, 你做不到一個集資的功能, 香港, 就變成不到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那, 我說了很多次, 其實, 美國是有意, 將香港, 去國際金融化, 你看一下, 九幾年是一個分野, 九三年是一個分野, 九三年開始, 又青島碑, 又中, 上海石化, 在香港上市, 那是一個分野點, 有很多外資, 住在香港, 幫國企紅丑, 中國的企業排駐隊, 在香港上市, 在短短, 從九幾年, 到2020年, 整個香港的股票市值, 壯大了很多, 你看到它的成份股的改變, 就知道, 那十幾二十年, 香港是食盡, 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化, 在九幾年之前, 亞洲時段的國際金融中心, 就在日本那裡, 我們經常去看一看, 就是看歷期, 我很記得, 在九幾年的時候, 我去看拍賣地, 那時候, 我們在拍賣場地裡面, 即是香港文化中心, 或者大會堂裡面, 你在裡面是收不到電話, 他們有干擾, 那通常我們去看拍地, 尤其是投行, 就是要去看, 一個去看, 一個負責成交是怎樣的時候, 就走出外面, 就用手提電話, 打電話, 去給總部, 就是去告訴你, 現在的成交價是怎樣, 因為在那個時候, 那個香港的房地產的發展, 佔那個恆生指數, 那個比重就很大, 那他們一口價的上落, 是會影響到整個房地產的市場, 也是會影響到指數, 就是靠這些通訊去做, 所以, 在那個年代, 即是九二、三年代的時候, 我經常去看拍賣場地, 因為去到九七、九八那時候, 因為市道不好停, 那時候, 一年拍了六、七次地, 我每次都會去, 去看拍賣場地的情況, 看到很多, 尤其是做股票行的, 那些就放進去, 接著過來通風報信, 就是靠這個情形, 我們也可以看著, 叫做召機, 那看那個, 私況, 也可以看到那個, 股票市場的變化, 那這些, 這個是, 講的是一個叫做ィ favorit', 來賭 coordin不流通, 就是和今時今日不同的, 去九七那郎, 你說要去, 知道那個股票價格 靠要靠什麼 這個是那些點叫叫叫叫叫叫就嘛 先進一些那些 them 就是說你隨時上網 通過手機看的話 現在已經說了 香港其實就是知到 中外的交流的犯 中美脫鉤 對香港的影響是這麼大 從而影響了樓市 兩個影響樓市最大的關鍵問題 早兩天說了一個人口的問題 人口是有幾十萬人離開了香港 你看見很多名巧 我問了很多朋友 尤其是越大出名的 什麼英什麼黃什麼 一些重點的學校 三四十歲的人 差不多有四分一人 五分一人 已經離開了香港去了外國 也看得到現在是在讀那些 有四分一人 五分一人又是移民了 所以現在去扣門就相對容易了 有一個數據就是那些小一 薩班又是越來越多 宿班又越來越多 看到那個人口變化 香港走了一批年輕力壯的人 人口那個結構 就算還沒走的時候 那個人口結構都成四十七八歲了 如果走了這一批的時候 所以就變成可能是 退上去五六十歲了 那麼你五六十歲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叫他支撐個夜經濟 根本都不可以夜睡的 那麼這就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人口減少的問題 再加上一個經濟結構的 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中國經濟不好 中國經濟不好就影響到香港的經濟 影響到香港的股票市場 那麼這些是一環扣一環 那麼我不是說唱衰 而是香港是要去真真正正 要去面對這件事 要知識這件事 那麼這件事不只是香港出現 上海也出現 上海淮海裡出現這麼多吉舖 也都是反映了 上海有很多人打外資攻的 是說一個斷崖式的收入下跌 所以為什麼內地的房地產都支撐不到 那就是這個這麼出現的情形 那內地現在是說想一個叫做認房不形態 什麼叫做認房不形態呢 就是因為內地去買樓 他們是以家庭為單位 就是無論你一個人買 那麼他也要看你的配偶 究竟有沒有買個樓 有沒有借過錢 哪怕你買個樓賣出去 他都覺得你不是手指來的 那麼那個首付 和那個按揭利息是不一樣的 就是那個首付又要高一些 然後利息又要貴一些 但是今時今日他說不是了 我們只是認房 那麼如果你拿個房屋來的時候 那個首付呢 個個都是一事同仁 然後利息也是個個一事同仁 和以前呢 是要以家庭為單位呢 是兩回事了 那麼為什麼用家庭為單位呢 譬如我們以前去買樓 如果你是單身的 你就要出一個單身的寡老子的證明 如果你是結婚的時候 你要把配偶的身份證給你 告訴他 做一個叫做公證書 告訴他這個是李太太 然後他自己就會在全國搜 就知道你有沒有買個樓 有沒有買個樓 是不是手指 那麼他們會是全部知道了 那麼為什麼內地呢 在早期呢 就這麼喜歡玩這個假離婚 因為他們 他們配計這個額嘛 以家庭為單位嘛 那麼就離婚 將那些物業 就給回老江或者老婆 接著老婆就變了是 有一個額 可以再去買 買了又結婚了 接著又將那套房 退了給士坦一邊 那麼不斷就是用這個方法 去增持物業 那麼這個是內地 因為他們有很多限購令 限貸令 限價令 很多有不同的措施 就是去壓抑樓價的增長 在過去十幾年 但是 今時今日樓價跌的時候 這些限物令限物令 就阻礙了他做一個調節 那麼現在他們將這些令 就一定會是撤消 就是等同香港 用以前的逆周期措施 又加很多SSD BSD DSD 就去令到減少成交 那麼我覺得香港政府 最最後都會是撤立的 跟回內地的政策 這些什麼Special Stamp Duty Double Stamp Duty Buy Stamp Duty 我想最生氣 都會是撤消 那麼第三部分 那麼我就想說一下 股票市場 其實股票市場 我九幾年已經是 就是被別人帶壞進去玩 那麼我很喜歡試新的 那麼其實在九四年 香港是有一些叫做 引入其權的 那麼其實引入其權 我就當數學遊戲這樣玩 那麼什麼都試過 就是坊間 叫那些什麼 長瘡 long call long put short call short put strangle straddle time spread 什麼我都試過了 動態式對沖 就是什麼都試過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挺好的遊戲 因為外資 或者一些大戶 它是用一些這樣的手法 就是可以 比散戶更加靈活 就是你看好 看電 吃時間靜 什麼都好 是一個挺好玩的遊戲 那麼我就當是一個遊戲 你這樣去玩 那麼 其實這些是 說真的 是叫做方法 最重要其實 就是判斷那個大勢 就是大市 究竟它是一個上升軌 還是一個下降軌 那麼現在 就是香港那個股票市場 或者內地的股票市場 現在是經濟不好的時候 是一個下行的時候 那麼其實 就是已經失去了那個投資價值 那麼是 我已經是沒有玩港股 兩三年 因為覺得那個市場 不會是好 那預期是這樣的情況 情形 不如就拿著貨幣 做這個叫做定期 是一個最好的選項 那不用想那麼多東西 有時吃有時 休息有時 不要想那麼多東西 但是如果你當是遊戲這樣玩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玩的 舉一個例子 如果是想玩 當遊戲那樣玩 那可以怎樣做呢 那其權在最最後結算那天 是沒有時間值的 沒有時間值 那可以怎樣玩呢 那我曾經試過 就是在結算那天 是一開始就買一個等價的call 和call 假設 早幾天 8月30號 那天早上 一開始可能是18,400點附近 那你就可以買18,400的call 和call 在8月 那你在那一天買 就一點時間值都沒有 那你就算數了 譬如你買進來的那個價格 是80點或者100點 那就是說 那個那天的波幅 超過100點 你就賺了 那你超過100點的波幅 其實不難 你是說 1%或者2%之內 1點多 一天走100多點的距離 是會有的 那它走過100多點的時候 你就去平倉 或者是沽一張旗子 已經是鎖死了那個利潤 這個就是去賭你的運氣 那其實這些已經是一些 叫做投資策略 是可以去玩 那你玩的 你可能是一個星期去做一次 因為現在是有 每一個星期的期權 或者是一個月等它一轉 月尾 才有一轉結算 就去做 那這些就可以當一個遊戲去玩 一年有12轉 那你可能贏10轉 輸2轉 贏10轉 是蓋過那兩轉輸的那兩轉 那你就拉雲就贏了 是一個機率的遊戲 那我覺得 坊間有很多這些方法 策略去做 那我經常都說 道法 術 氣 這個應該是一個技術來的 那你就去看看 設定所有東西去做一個執行 是不是去試 賭自己的運氣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那天的波幅會多少 但是只不過 你是擺一個機率 還有買一個你的執行力 怎樣在一開始的時間 在短時間之內 是在你的控制範圍之內 買到那一套的 184拼 這個是你自己的技巧 去做 那這些其實 坊間有很多這樣的方法 那去做 你說 市場上面 是不是可以 做到有 很多贏面高的東西 有的 是你自己去不去認識 那奇權是其中一個方法 可以令到你認識整個股票市場 令到自己看得更加立體 如果大家 想都聽多一點的可以說 因為我怕 有些人不是喜歡聽這些東西 但是我自己比較喜歡好奇 好玩 那這些東西都可以分享一下 以前我 怎樣去做daytree的經驗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聊聊 拜拜